這是巴牙的芒果 這是根 然後這是他的新豬 然後這個就是我種的芒果 然後他慢慢長大了 然後芒果旁邊這個是萊姆 你看他整年都一直結果 整顆都是果實 然後他長的並不是很大 然後就可以結石類類 到處都是果實 然後下面這個 這個是白河嶺之草 所以其實樹形不用很大 其實就會結果了 這種柑橘科的都還蠻好長的 你看另外這一株也是柑橘科 長得超肥 然後這個 應該說茂密啊 肥是給動物形容的吧 這顆是他自己冒出來的 然後 那個 過了 一年多 然後就那麼大隻了 另外一邊也有一顆 我猜都是不同的品種 因為葉子 有些略的不一樣 然後這顆也是 長得很大 仔細觀察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有很多 小顆的 果子